她高举着八个月大的孩子松开了双手 孩子因为落入装满滚烫烫水的浴缸而导致伤众不治 媒体将安藤道道为毫无人性的冷血柜子手 定义为爱慕虚荣的假名媛 她的丈夫在法庭上对自己帮忙不够感到了自责 她说她考虑到安藤带孩子很累 所以不仅拜托母亲过来帮她 还经常鼓励她 婆婆表示她是放下自家忙碌的工作义无反顾的帮忙 可安藤却因为觉得请人帮忙很丢脸而嫌弃地让她回家 可事实上丈夫平日里拿工作当作借口 宁愿玩小游戏也不愿照看孩子 每当安藤想跟她商量育儿的问题时 她都会不耐烦地走开 如果孩子的哭泣声吵到她休息的话 她还会破口大骂 婆婆也只会鸡婆地碎碎念 她不仅无视安藤提出的意见 而且只会用冷嘲热讽的方式指责她不会照顾孩子 这种丧偶式的育儿与他人傲慢地关心 让本就濒临崩溃的安藤无处求助 甚至是不敢求助 她最终因为习得性无助和抑郁走向了不归路 但面对丈夫和婆婆的谴责 她却始终保持着死记一般的沉默 她不仅是因为在一次次的失望中彻底绝望了 更是对自己犯下的过错感到了无尽的自责 陪审团成员李沙子刚开始也对案件感到了气愤 她无法理解竟然会有母亲会这么狠心地伤害自己的孩子 可随着不断增加的开庭次数与逐渐丰富的证词 她渐渐与安藤产生了共鸣 她就像照镜子一样看清了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 曾经发生在安藤身上的一切 现在正在她的身上重演 随着人性的面纱被一层层地揭开 残酷无比的现实也一点点地展露出来 李沙子是一位标准的家庭主妇 她温柔贤淑 把女儿和丈夫都照顾得很好 可随着一封入选陪审员候选信件的到来 她平稳的生活却渐渐地被撕下了虚伪的面纱 她本想用照顾女儿的理由打电话拒绝 但对方却已不能拿孩子当借口挥绝了她 听到要从六十人的后部里抽出正式的六人时 丈夫一边让她不用勉强 一边说她的运气一直很差 肯定选不上她 虽然她的语气让李沙子盈盈感觉有些奇怪 但她却没有多想 以为只是在安慰自己 可结果她机缘巧合地被选为两位替补陪审员之一 八人在宣誓会公平公正地执行职务之后 法院将这次要审理案件的资料分发给他们 年迈的女士听说过这起案件 一位初为人母的母亲因为无法顺利养育婴孩而将其杀害 电视上也说她是一位虚荣的假名媛 因为现在还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所以大法官希望陪审员不要陷入为主 以法庭上得到的情报做判断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检方律师和辩方律师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们围绕安藤是否怀有杀意展开了辩论 李沙子在庭审结束后 怀着沉重的心情匆忙地赶去婆婆家接女儿回家 可女儿却突然耍起了小杏子 哭闹着不肯跟她回家 她刚想拉起女儿的时候 婆婆突然笑着说她这样会拉断女儿的手 然后一边溺爱地将她拥入自己的怀抱 一边说让她今晚住下 李沙子怯声声地表示现在是女儿的反抗期 她之后会不太听话地哭闹的 但婆婆却不以为意地否认了她 可当李沙子快要到家的时候 她却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 她说女儿不停地哭闹着要妈妈 她怎么劝都劝不住 李沙子无奈地表示现在马上回去接她 她带着女儿一起买菜的时候 女儿突然不管不顾地要她抱抱 因为来回接女儿浪费了很长时间 抱着她的时候也不方便买菜选菜 所以她只好买一些熟食作为晚餐 听到她一脸歉意地解释后 丈夫一边说没关系 一边让她拿一罐啤酒给她 李沙子本想跟丈夫聊聊自己今天庭审后的感受 但丈夫却叹了一口气 然后用吃饭打断了她的自言自语 她说在诉讼期间的晚饭简单一点好了 像这样买熟食回来或者去外面吃 然后让李沙子别勉强自己 就当作重新适应社会吧 李沙子对丈夫的体谅很感动 可当她提起女儿上幼稚园 她就回去上班的时候 丈夫却只是轻轻地嗡了一声 然后自顾自打开了电视 邻居都说安藤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在她生完孩子之后 跟她见面的友人也看不出她有什么育儿烦恼 但教授却认为她是把孩子当作攀比的工具 所以才会因为育儿过程不如自己所愿而杀害孩子羡慕 可李沙子却越看越感到疑惑 为什么安藤前后的转变会这么大 第二次开庭的时候接受询问的人是安藤的丈夫 被问及有没有注意到安藤快崩溃的异常时 她认为是自己帮忙不够 虽然她知道妻子带孩子很累 但朋友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她就请母亲过来帮忙 可因为安藤的反对 所以母亲只帮了一个月 她说是安藤不喜欢被母亲指手画脚 面对检方律师的询问 丈夫表示安藤不仅没有做过任何改善 甚至很生气地放弃育儿了 孩子哭泣的时候她开始置之不理 只顾着看电视 她之后更是开始虐待孩子 孩子的腿和屁股上都有被捏过的痕迹 因为安藤承诺绝不再犯不久后 孩子身上又出现了类似的红肿 所以她在跟朋友商量后 她联系保健师再做一次家访 这次的案件就发生在保健师家访的前两天 丈夫认为是安藤不想被认为是育儿失败的母亲 所以不想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如果她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的话 事情也许就不会演变到这个地步 她一脸自责悲伤的神情 让在场的陪审员都不由地为之动漏 虽然有人觉得光听丈夫的一面之词 还不能下判断 但李沙子觉得孩子的母亲 不论有什么烦恼都不该虐待孩子 方赫女士觉得如果安藤向辩方律师所说 她被丈夫逼到精神崩溃的话 也许真的就是一场悲剧 丈夫表示她为了让妻子喘口气好好休息 她不仅在双休日的时候 会主动接过照顾孩子的责任 还会经常向朋友求教育而惊艳 但她平日基本上要晚上11点左右才回到家 有时甚至要隔天才能回家 在这期间都是安藤独自照顾孩子 听到辩方律师说 她对安藤说过她是一个差劲的母亲时 她反驳说安藤当着女儿面说过早知道不生的话 虽然她也考虑过安藤产后抑郁症的事情 但她却只在一旁加油鼓励 让她再多努力点 可有意思的是 丈夫找来商量的友人是她的前女友 而更有趣的是 前女友虽然明知道他们两人商量这件事不太合适 却在面对律师时理所当然地表示她不能坐视不理 她说她通过安藤的丈夫给安藤推荐了一些育儿相关的书籍 还有宝妈交流的社交频道 她说她是想让安藤能安心一些 但李沙子却不与苟同 如果安藤认为自己是个差劲的母亲 她丈夫和前女友的做法只会让她变得更加焦虑 所以李沙子怀疑安藤可能不是电视上说的那个想当明媛的人 而是被她丈夫逼到绝境的牺牲者 丈夫在这时突然打断了她 她表示她只是一个替补 没必要这么努力 她一边让她去拿一罐啤酒 一边说外面的下酒菜太险了 第三次开庭的时候 检方律师找到了新的证据 安藤在跟丈夫交往之前 曾经与有妇之夫有过一段婚外恋 丈夫一边说她是第一次听说 一边表示听说有一个男性经常送她高价值的物品 她还曾经说过如果不在五星级酒店举办婚礼的话 那就干脆不要办婚礼和艳客 她还想让孩子就读一人孩子也就读的私立幼稚园 李沙子一回想起自己昨晚的话 她就感觉自己的脸庞火辣辣的疼 她晚上去接女儿回家的时候 女儿只顾着玩玩具根本不搭理她 婆婆一边拿了一袋子菜让她带回家 一边说她最近很忙没时间做晚餐嘛 面对李沙子询问玩具的时候 婆婆笑着表示是因为女儿很寂寞 所以她才买给她的 可当李沙子准备牵女儿回家的时候 她突然大喊着很痛 然后哭着跑进了婆婆的怀抱 李沙子一时间错愕地愣住了 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但公公和婆婆一点也不相信她 她牵着女儿走在回家的坡道上时 女儿突然用力甩开她的手臂要抱抱 听到李沙子用手上拎着东西 很重的理由拒绝的时候 她立马哭闹着坐到了地上 李沙子就算用她喜欢的东西作为诱惑 她也只是边哭边拒绝 因为不想养成她这种被拒绝就耍无赖的习惯 所以李沙子故意说不走的话 她就先回家了 因为过去有过成功的经历 所以她假装离开躲在墙角偷偷观察 可就在这时 刚好回家的父亲却撞见了这一幕 认为自己受了委屈的女儿立马可怜巴巴地哭着奔向父亲 李沙子连忙跑过去想跟丈夫解释 可丈夫打断了她说话 表示他们先回家再说 但回家后她就黑着脸质问李沙子是不是经常这么做 她不仅无视了她的拼命解释 还说有些孩子之所以会在超市门口被拐走 就是因为那些父母也是像她这样想的 然后立生地谴责她这样的行为就是在虐待孩子 李沙子被她的指责气到肝腾 听到她说她白天因为陪审的事情已经很累的时候 丈夫轻烈地表示她只是一个陪审员而已 李沙子这才意识到她平时说的不要勉强自己 其实就是让她认清自己早点放弃 丈夫一边说承认自己做不到不是丢脸的事情 一边让她不要做这些超过她门里的事情 她看似是站在李沙子的角度考虑 可实则却是让她本分地在家带孩子 不要妄想女儿上幼稚园后重新出去上班 李沙子晚上偶然听到了丈夫给婆婆打去的电话 她一边说她吃不惯超市里的熟食 一边说李沙子最近有点神经质 希望女儿明天在她那边住下 女儿不吃早餐淘气地把食物丢在地上 面对李沙子的好好劝阻 她一边摇头拒绝一边继续丢 可当看到父亲出现的时候 她却笑着跑进她的怀抱 然后很听话地去卫生间洗手拿抹布 女儿的乖巧懂是让丈夫对李沙子愈发的不满 她没好气地表示今天由她送女儿去婆婆家 李沙子以为她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起 可面对她努力地解释 丈夫却只是敷衍地表示她知道 然后一边说她很累了 一边让她下次别这样了 她只要跟女儿好好讲道理 她一定会懂得的 平日里认真管教女儿的李沙子 就这样变成了丈夫和女儿眼中的坏人 而就在她组织语言的时候 女儿拿着抹布主动收拾起了她刚才乱丢的食物 看着他们父慈女笑的样子 她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女儿 昨晚恶魔导弹不听话 丈夫无视她解释不信任她的情景 她的血压瞬间飙升 只好眼不见心为敬 但最后送女儿去婆婆家的人还是李沙子 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婆婆希望她今晚住在她家 她一边说她每天这样来回太辛苦了 一边说他们今晚全家一起去吃女儿喜欢的旋转寿司 李沙子询问是不是丈夫拜托她的 她昨天晚上听到丈夫在电话里说她不行了 婆婆瞬间尴尬得不知所措 可当她表示她已经掌握节奏 可以做到兼顾工作和育儿的时候 婆婆却一脸认真的让她辞去替补陪审员的工作 以她的能力真的勉强不来 她的否认让李沙子的心里百感交集 她不知道应该再说些什么 她给闺蜜发去了改天一起吃饭的简讯邀请 然后询问她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当陪审员 检方律师在第四次开庭的时候 询问安藤的丈夫 他们夫妻生孩子之前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她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太如意 安藤当时因为工作经常很晚回家 他们基本各过各的生活 面对辩方律师的询问 她表示安藤辞去工作成为家庭主妇 是他们讨论后的结果 但她却对让收入远超她的妻子辞掉工作 没有什么想法 他们之所以会选择人工受孕 也是因为她母亲一直催促 他们尽快生一个孩子 面对律师的询问 婆婆表示她一开始根本不赞成两人结婚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 安藤就不肯抱孩子 她看起来一点母爱也没有 她收到儿子拜托帮忙带孩子的请求时 她立马放下家里忙碌的书法教室 义无反顾地过去帮忙 她不懈地谴责安藤觉得请人帮忙很丢脸 只会一个人逞强 因为安藤觉得自己不会照顾孩子 所以她只会用电视节目哄孩子 婆婆有一位书法学生是小儿科医生的妻子 她说孩子经常看电视容易变得缺乏表情 所以她出于担心跟安藤提了一嘴 虽然安藤解释这是幼儿意志类的DV影片 但婆婆却觉得还是得多抱抱孩子 听到安藤用时代不同反驳她的时候 她突然走到孩子身边说她不怎会想 安藤突然地大发雷霆 让她感觉自己的好意受到了委屈 但事实上安藤只是用不安的语气 让她不要说这种让她担心的话 可婆婆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再次强调了学生妻子的那番话 然后傲慢地谴责她就是因为用这种方式 所以才会照顾不好孩子 但当安藤认真地询问她的孩子 跟别人孩子比起来是不是很奇怪的时候 她一边戏谑地表示她可没说什么 一边却说孩子六个月了身体才这么点大 可当安藤把这个担忧反馈给丈夫的时候 丈夫却觉得是她想多了 然后去找前女友商量她遇到的问题 他们用自以为是的好意和帮忙 给安藤带去了更多的困扰和痛 可听到辩方律师说 她的言辞会让安藤感到痛苦 更难拜托她帮忙的时候 婆婆却认为这只是她的借口 虽然她的收入比她丈夫高一点 但她赚来的钱却一分都没有花在家庭上 听到辩方律师解释 她是为了将来考虑把薪水存起来的时候 婆婆一边说她在骗人 一边表示她儿子说她把钱都拿去购物享受了 而她儿子之所以会这么忙碌 就是因为安藤嫌弃她的收入太低了 她儿子之前那份工作 明明可以满足一家人的开销 可安藤却用教育费和换房子的理由 逼迫她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但事实却刚好相反 是丈夫要求安藤辞去她的高收入工作 当安藤希望他们要为将来提前做好计划的时候 他不仅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还质问她是不是在嫌弃她收入太低 因为他们关于孩子和将来的重要交谈 就这样被丈夫不耐烦地结束了 所以在安藤生完孩子成为家庭主妇后 当初的隐患很快就爆发了 每当听到孩子的哭声时 丈夫都会说她母亲马上就能让孩子不哭 看到自己哄不好的哭闹孩子 在婆婆手中很快就安静下来的时候 安藤感到了巨大的挫败感 所以孩子之后的哭声就像电钻一样 狠狠地刺痛着她的神经 随着焦虑与烦躁等各种负面情绪疯狂地涌动 她的内心愈发地痛苦崩溃 李沙子去接女儿的时候 婆婆递给她一些菜 她说她虽然知道她很擅长料理 但她丈夫每次都说她要等好久才能吃饭 可面对李沙子的解释 婆婆却一边敷衍地说她知道了 一边说这些都是她丈夫喜欢的料理 而就在这时 女儿再次挽起了食物 面对李沙子的劝阻 她当作没听见继续玩 可婆婆不仅没有任何叫停的想法 反而觉得是女儿吃腻了 公公也当作视而不见 虽然李沙子再次好生好气地让她不要再玩了 但她却在爷爷奶奶的宠溺中愈发地肆无忌惮 看到女儿被李沙子立声制止之后 婆婆一边让她不要生气 一边却让她不要让丈夫太担心 她话里的前台词让李沙子感到了憋屈 因为晚饭基本都在玩食物 所以到家没多久 女儿就缠着李沙子做饭给她吃 眼看自己的要求没有被实现 她一边哭闹着坐到地上 一边说她讨厌妈妈 李沙子强压下内心的怒火 好生好气地跟她讲道理 然后将她拥入怀中温柔地安抚 她以为这样一来 女儿应该就会听话一些了 但之后的事实却告诉她 她想多了 她晚上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可当她述说完最近的遭遇后 她突然对可能听到的否定感到了惶恐 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了闺蜜的大笑 她说他们夫妻之间这种小误会很快就会解开的 他们住在一起这么久 有没有虐待孩子马上就能看出来的 她的开导让李沙子的内心轻松了不少 但之后的事实却让她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婆婆在第五次开庭的时候否认了安藤精神衰弱的可能 因为她每次去她家的时候 她都会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 而且还会经常研究诗谱 婆婆眼中的正经人通常会为了照顾孩子 把家里弄得非常凌乱 根本没时间收拾 所以她轻蔑地认为安藤就只会在乎表面功夫 听到陪审员询问丈夫不回家导致安藤精神崩溃的时候 婆婆理所当然地表示孩子夜哭会影响她儿子的休息 所以她让儿子工作日尽量住在外面的旅店好好休息 看到陪审员错愕地感慨夸张的时候 婆婆表示为一家之主着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万一她儿子病倒了 安藤和孩子不就得饿死了 她极端的发言连检方律师听完后都感到难以接受 连忙提议法官让婆婆停止发言 可婆婆却无视了法官的要求 她觉得就算时代变了 女人也不能因为疲倦和心熬放弃生育 所以她后来去警告焦虑的安藤不要再让她儿子操心 婆婆义正言辞地表示育儿不是简单的差事 她也清楚男人很少会插手帮忙 所以她认为女人只要咬紧牙关熬过眼下遇到的困难 之后就会轻松了 他一边说他帮助过安藤 一边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害孩子 但无论婆婆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安藤麻木的神色都没有发生变化 陪审员们因为沉重与窒息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年迈的女士觉得婆婆的话有道理 她把所有责任归结于安藤不会照顾孩子 因为李沙子在婆婆的讲述中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和安藤的遭遇产生了共鸣 所以她觉得如果婆婆总是袒护儿子 胡伦吞早地相信儿子的说法的话 他们可能都会因此误会安藤 导致他最后被逼到绝境 可听到她说安藤努力打扫卫生是为了欢迎婆婆的时候 因为原本就是因为育儿忙不过来才请婆婆来的 所以中年的女士也认为她是虚荣性的表现 方赫女士觉得安藤如果真的神经衰弱的话 那就是她的被害妄想太严重的原因 所以她才会误解丈夫和婆婆的好意 方赫现在之所以会对安藤充满敌意 是因为她和丈夫是不孕不欲患者 她一直都渴望能拥有一个孩子 却和丈夫做了五年的人工受孕都没有成功 她的渴望让她越来越难以在安藤的案件上站在公平的立场 她有一天好心地替一位有孩子的下属顶班去参加活动 可下属却说她朋友遭到了无法生育的领导刁难 她深深地刺痛了方赫却不自止 方赫把原因归结于自己无法生孩子 所以她一想到孩子受到的委屈 她就越痛恨没有好好对待孩子的安藤 她为丈夫精心准备了海鲜烩饭 可加班回来的丈夫却对她发出了谴责 因为她让婆婆不用帮她做菜了 所以丈夫认为她是在嫌弃婆婆多管闲事 听到李沙子解释是因为她现在已经可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时候 丈夫一边调侃她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勉强才做了好菜 一边讽刺她会这么想就已经证明她变得不对劲了 看到李沙子在喝第二罐啤酒的时候 丈夫突然说她喝太多了 她一边询问她是不是有问题 一边说她这样会酒精中毒的 然后谴责她自从成为陪审员后就天天开始喝酒 以前都没有这样 看到李沙子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时任 她还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她只要敢开口迎接她的必然是狂风暴露 李沙子半夜突然收到婆婆源源不断发来大量的食谱 想到婆婆说过这些都是丈夫爱吃的时候 她突然有些崩溃地删掉了所有食谱的聊天记录 然后打开一罐啤酒喝了一大口 她为了不被丈夫发现后责备 她躲到了厨房里 巨大的焦虑让她像渴水一样拼命地喝着啤酒 李沙子在第五次开庭结束去接女儿的时候 她发现昨天跟她说好不玩食物的女儿又开始挽起了食物 婆婆和公公也依然当作视而不见 可文言的婆婆不仅没有阻止女儿 反而一脸怜悯地说她是真的那样 然后一边说孩子是能感知到母亲的情绪不佳的 一边说她是故意让女儿玩食物放松心情的 她接着继续向她推荐她做的十分钟的食谱 她的前台词仿佛在指责不让女儿养成坏习惯的李沙子才是有问题的那个人 可就在李沙子气愤地撕掉食谱丢进垃圾桶的时候 她突然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她说她今天会带两位同事来家里做客 听到李沙子为难地说家里的料理只准备了两人份的时候 丈夫一边让她做简单一点就好 一边表示婆婆刚才给了她十分钟的菜 然后表示她一个小时后左右到家 不容拒绝地挂断了电话 李沙子拼好刚才撕碎的食谱后 匆忙赶去超市挑选食材 可就在她赶时间做菜的时候 女儿却缠着她念故事给她听 她意识到母亲不会马上满足自己的要求时 她一边催促她动作快点 一边抓起她做好的食物丢到地上 面对李沙子的劝阻 她一边大喊着不行 一边继续丢 因为她知道弱小的母亲是没有地位的 她只要讨好有权利的父亲就可以了 可李沙子刚爆发丈夫刚好到家 而女儿听到父亲的声音时 她立马委屈地大哭起来 听到哭声的丈夫当即就对李沙子发出了历声的质问 孤立无援的溺水感让李沙子的精神有些崩溃 她一个人躲在小黑屋里静静 丈夫哄女儿睡着后过来安慰她没有关系 都是她的不好 但她却说是因为李沙子说没有问题 她才会带同事回来做客的 她话里的责怪让李沙子感到了憋屈 她突然回想起自己曾经在女儿耍赖的时候躲起来观察时 女儿很快就会自己站起来 然后笑着跑进她的怀抱 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小恶魔 丈夫和婆婆不仅不相信她的解释 还经常否定她认为她在勉强自己 她一直以来为家庭辛苦的付出 好像只是一个得不到认可的笑话 周末休息的时候 丈夫贴心地让李沙子一个人在家里好好休息 今天由她带女儿去婆婆家玩 李沙子跟闺蜜打电话的时候 她笑着谎称她和丈夫误会解开 她也许是不想让闺蜜担心 但更像是害怕被认为是矫情 可她刚挂断电话 她就收到了婆婆发来的诗谱 仿佛是在质问她是不是不会做普通的家庭料理 她郁闷地在客厅喝起了啤酒 然后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她迷离呼呼醒来的时候 连忙慌张地收拾桌面 她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今天家里只有自己 她输了一口气后重新躺回沙发 回到之前那种放松的状态 可李沙子第二天去婆婆家见女儿的时候 却没在婆婆家看到丈夫的身影 面对她的询问 婆婆表示丈夫昨天去参加同学会住在外面没有回来 但李沙子却从来都没有听丈夫提起过这件事 他们一家人晚上去买菜的时候 她试探性地问起了同学会的事情 丈夫一边解释有同学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外宿了一晚 一边质问她 她是不是不能去参加同学会 听到李沙子说她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丈夫一脸震惊地表示她早就跟她说过 她还把同学会的明信片贴在冰箱上面 看到李沙子陷入回忆的时候 丈夫又补上一句她真的是很累了 陪审员的工作已经超出她的负荷能力了 可当李沙子回家后真的在冰箱上看到同学会的明信片时 她反而更疑惑 因为她习惯把新的东西贴在最上面 而明信片却夹在两个菜谱中间 多次庭审的时候表示 她解剖尸体后没有看到虐待的痕迹 可中年的女士认为去世的时候没有检测出伤痕 不代表之前没有虐待孩子 虽然李沙子觉得孩子身上红肿的痕迹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但面对大家的询问 她也说不上来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因为下午出席的证人因病缺席 所以今天的陪审到此结束了 方赫突然叫住了李沙子 她一边安慰她不要太在意 一边说孩子不管有没有被打祸 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安藤把孩子丢进浴缸淹死的时候已经是虐待了 她对李沙子太认真感到了担心 她建议她要好好处理自己的压力 可就在这时 他们在走廊上突然看到安藤的丈夫和前女友在热气地交谈 方赫告诉李沙子 前女友每次开庭都会来参加 她怀疑两人可能存在更亲密的关系 李沙子试探性地询问她对安藤的看法 她说她的想法很矛盾 如果安藤在忙于带孩子的时候知道丈夫出轨 被逼到精神崩溃也是有可能的 方赫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回到家之后 只能听妻子抱怨育儿的烦恼 所以才会出轨的 她意识到李沙子把自己投射到安藤身上 她安慰她说能好好带孩子的她和安藤完全不同 而就在这时 李沙子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可看到来电显示上的名字时 她却把手机放了回去 李沙子却接女儿回家的时候 女儿又开始闹脾气不肯回家 看到婆婆探出脑袋 一脸狐疑地看着自己的时候 她连忙笑着对女儿说她今天会陪她玩到想回家为止 婆婆泡茶给李沙子的时候 她说儿子对之前的同学会似乎很期待的样子 因为那天她说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所以她怀疑同学会里有她儿子特别想见的人 听到李沙子说是她忘记有这件事的时候 婆婆却还是让她小心一点 如果妻子平时太忙或太急躁的话 丈夫是会不想回家的 她话里的前台词好像在说如果她儿子出轨的话 肯定是李沙子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 他们重重环绕的审视和不自觉的恶意 让李沙子感到了窒息 她不被听见的求助和被忽视的感受 让她在自我怀疑中逐渐走向消亡 李沙子快到家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母亲来拜访的电话 她进屋后一边四处查看 一边询问她中午为什么不接她的电话 然后表示她是来探望住院的插画老师 顺带来看望她一下 听到李沙子成为陪审员的时候 母亲怀疑她的能力做不了这份工作 李沙子让女儿叫外婆打招呼的时候 女儿一边摇头否认 一边自顾自去沙发上看插画书去了 母亲一脸失望地说是李沙子一直没回娘家 所以外孙女才不认她的 听到她把园记画上的幼稚园换掉的时候 那所幼稚园是要看双亲的职业 然后调侃他们花了这么高的贷款 却只买了一间这么小的房子 她接着又说李沙子的脸色很差 应该穿明亮颜色的衣服才对 然后一边夸赞插画老师女儿家漂亮的透天错 一边说她的丈夫是医生 面对母亲的侵略和调侃 李沙子表示她对现在普通的生活很满意 丈夫对她很温柔 女儿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她跟婆婆也相处得很好 听到突然询问她丈夫是不是真的在加班的时候 她的前台词让李沙子突然想到了婆婆说的话 面对李沙子的询问 丈夫表示她工作结束后跟朋友去喝了几杯 可当李沙子希望她下次如果要往回家的话 提前跟她打个招呼 这样才不会浪费她做好的饭菜 但丈夫却惊讶地反问她是不是认真的 男人加班结束后去喝一杯是一种常态 她一边说同事的妻子不会要求他们这么做 一边笑着调侃她真的有点不太对劲 李沙子不明白丈夫为什么总要这么说 她自从诉讼开始后一直说她变得不太对劲 她直言同学会的明信片不是她贴在冰箱上面 丈夫表示她说的这些话都是很普通的东西 如果她不认可的话 那就代表她有点不正常了 然后不耐烦地用洗澡结束了谈话 李沙子收拾餐桌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女人给丈夫发来的消息 而听到提示音的丈夫也立刻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她敏感的行为让李沙子愈发的怀疑与焦虑 刺激着她摇摇欲坠的理智 但因为她没有抗争的勇气 所以她只好去便利店买了丈夫不让她喝的啤酒 然后躲在角落大口大口地喝着 她感觉自己快要被无形的沼泽吞舍 因为妻子说看到她的脸就会感到恶心 所以她每天都要在公司待到十点之后才被允许回家 可她回家后依然也没能消停 她妻子一边说她因为钱不够而取消了女儿的生日派对 一边说她小时候父母都是包下整个餐厅给她庆祝生日的 他们的女儿真可怜 第二天 山田在公司里熬时间的时候遇到了回来拿手机的女同事 听到她好奇地询问她为什么不回家的时候 她苦笑着说她不能回去 她妻子要她十点前别回家 她说她看到她的脸会感到头痛小吐 山田的解释瞬间让女同事产生了兴趣 也许是压抑了太久 她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说了出来 她的妻子曾经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富家千金 每天住在几百平米的豪宅里 夏天去清景泽度假 冬天去夏威夷避暑 山田一边自嘲自己无法给妻子这样的生活 一边说她是因为觉得女儿很可怜 所以才不想看到她 也许是觉得山田的遭遇有些可怜 女同事表示她可以在十点前陪她 她的话让山田感到有些不敢置信 他们十指紧扣地一起在街上漫步闲聊 然后在小巷里热情拥吻 最后一起去了情侣酒店 因为药物也无法让山田坚持的时间更久 所以女同事相信了她被妻子打入冷宫五年的说辞 面对山田的询问 她说她没有男友 也不想结婚生孩子 她讨厌用钱无法解决的问题 她的话让山田不由的有些感慨 她之前一直以为到了某个年纪就应该结婚 可真的结婚之后 大多数人又会觉得这不是他们原本想要的生活 如果像女同事一样不介意周遭人的眼光 理解自己 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或许才是生活原本的模样吧 山田告别女同事回到家的时候 妻子又喋喋不休地跟她抱怨生活 她想让女儿过上她之前那种优渥的生活 可他们家的条件却不允许 山田因为妻子对她嫌弃而带来的偏见 所以她对可能是物质女的安藤同样也戴着有色眼镜 结婚生子就像是一座围城 外面的人想进来 而里面的人想出去 方鹤和丈夫是不孕不育的患者 他们做了五年的人工受孕 却始终一无所获 因为安藤夫妇那样的人都能生孩子 所以她对孩子的渴望也变得愈发的强烈 她希望丈夫跟她再努力一年 但丈夫却感到了心累 因为方鹤每个月一旦知道没有成功就会暴走 她一边说她好不容易才说服母亲放弃 一边抱住她温柔的安慰 他们只有两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很幸福的 但方鹤却推开了她 她说她会再找别家医院努力的 她在休息的时候经常会去附近的公园看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这里会有很多宝妈带着孩子出来玩 她对那些把孩子丢在一边只顾聊天的母亲们很不屑 认为他们没资格作为母亲 因为方鹤上次帮下属顶了一次班 所以她得知下属因为同样的原因 又找其他人帮忙顶班的时候 她希望她去拜托她的丈夫 但她却无奈地表示丈夫要加班无法帮忙 虽然同事愿意帮忙 可这种情况不是每次都能通融的 所以她希望下属还是可以先去拜托丈夫商量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他们再一起想办法 可她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反而觉得方鹤是因为她上次的言论在故意刁难 她一边道歉 一边却大声地说出了方鹤无法生育的事情 并且无视了同事的阻碍 她当众皆短的行为让方鹤刚大的不知所措 但她却把问题归结于自己无法生孩子 所以随着她对孩子的渴望愈发的强烈 她对安藤看法也因为迁怒而发生了变化 她的立场从安藤不仅是母亲也是一个普通人 变成了因为被害妄想政 把丈夫和婆婆的好意解读成了恶意的坏女人 如果说李沙子的遭遇是因为没有工作而遭到丈夫轻视的话 可拥有体面工作的法院女法官的境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她不仅下班后要匆忙地赶到托儿所接孩子回家 回家后还要给丈夫做饭打扫卫生 可当她问起丈夫与婴嫁下个月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 丈夫却说她还没有去勤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休 丈夫的敷衍与不负责任让女法官有些生气 因为他们之前说好两个人继续工作一起抚养孩子长大 可丈夫却表示她如果不这么说的话 她就不会同意生孩子了 然后一边说她一个人工作就可以了 一边转移了话题 女法官意识到问题可能比她预想的更加严峻 第二天她和同事聊起安藤的案件时 她觉得安藤可能自身的性格有什么问题 但同事一边说她也有孩子怎么不受影响 一边说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好母亲 可她的话却让女法官有些失神 而就在这时突然有同事跟她确认她递交的意愿 因为之后如果要被调派的话 她现在的意愿是无法拒绝的 女法官的肯定回答让同事感到有些错误 她的回答让同事尴尬地结束了询问 听到她抱怨为什么只跟女性职工做双重确认的时候 领导表示如果男性职工的出勤率跟她差不多的话 她也会做双重确认的 因为她在产假结束后为了孩子的事情早退过几次 所以领导认为不论是男是女都不能拿孩子当作借口 她下班回家的时候遭到了丈夫的抱怨 她责怪她突然打电话让她结束加班去接孩子 可就在这时 女法官突然看到了桌子上吃剩下的便当盒 面对她的质问时 丈夫理所当然地表示她饿了 而且照顾孩子也很辛苦 听到女法官说她平常不仅要早退去紧急接孩子回家 还要照顾孩子做饭打扫卫生的时候 丈夫委屈地表示她也有帮她做家务 她希望丈夫能早点收起那些老旧的思想观念 然后跟她确认他们之前做好的约定 如果她被调动到别的单位 他们必须有一个人到外地工作 但丈夫却在短暂沉默后希望她能拒绝 因为她之前说过 她就算拒绝掉岗也不会被开除的 可女法官拒绝一次的话 她就再也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 这是他们行业的潜规则 但丈夫却打断了她的解释 她本以为有了孩子之后她就会改变想法 她理所当然地表示这才是一个普通母亲应该有的想法 她的话让女法官意识到她是故意不去请幼婴嫁的 她之前之所以会答应她提出的要求 只是为了让她同意生孩子罢了 最能将疲于育儿的母亲逼到绝境的话 正是那些名为普通和一般的想法 社会大众说的普通 与自己所决定的普通 以及母亲们所追求的普通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如果没有经历就无从理解 感同身受从来都只是一句空话 每个人都很难做到公正客观地去看待问题 虽然生儿育女是我们人生中需要面对的人生大事 但同样也是很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的环节 许多的不幸其实从结婚组成家庭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婆婆意识到她儿子可能出轨了 可她却反而让儿媳妇注意一点 因为她觉得肯定是她没有进到妻子的职责 李沙子晚上收拾餐桌的时候 突然看到有一个女人给丈夫发来的消息 而听到提示音的丈夫也立马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她笑容满面的样子让她感到了惶恐 因为丈夫不仅总是不耐烦地拒绝她的沟通 还经常在聊天的时候突然笑出声来 所以李沙子迫切地想知道他们到底在聊什么 她用天气干燥的理由让丈夫涂上了护手霜 因为涂抹护手霜的手指在解除手机密码的时候 会把油字留在屏幕上 所以她只要对着光线将屏幕倾斜一个角度 就能知道锁平的密码了 她发现丈夫跟她前女友在同学会之前就保持着密切的联络 她不仅用温柔宠溺的语气聊天 还经常下班后跟前女友一起喝酒 跟她抱怨妻子在育儿上的不作为 可就在李沙子纠结要不要跟丈夫摊牌的时候 女儿不依不饶地向她索要她落在奶奶家的玩偶 李沙子谨慎的理智被她的无理取闹一点点的消磨殆尽 她把她抱到玩偶的旁边 然后无视她的哭泣 回到房间去关闹钟 可丈夫听到哭声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安慰女儿 而是来找李沙子 听出她打算放任女儿哭泣的时候 她才去客厅安慰女儿 然后一边说她能理解她 一边说女儿的哭声会被邻居听到 他们会举报她虐待孩子的 她昨晚看到丈夫跟前女友商量 她便奇怪要怎么办的时候 前女友让她要多注意点 她说最近只要有一点小事就会被邻居举报 虽然李沙子心里把自己想得这么勇猛 但她实际却是笑着说她知道 法院第七次开庭的时候 接受询问的证人是安藤的母亲 面对检方律师的询问 她说她之所以没有在安藤提于育儿的时候提供帮助 是因为安藤完全不跟她联络 她甚至都没有见过孩子 听到检方律师的疑惑时 她一边说安藤讨厌他们夫妇 一边说她从小就是不愿对父母敞开心房的孩子 连结婚都是事后才打电话通知他们的 她当初询问他们什么时候举办婚礼的时候 安藤表示他们决定不办婚礼和那回 她以为他们是经济上遇到了困难 连忙表示她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但安藤却说不在五星级以上的酒店举办婚礼就没有意义 她不想在附近随便举办一个简陋的婚礼 并且嫌弃他们是没有见识的相伴了 可她却隐瞒了她对安藤丈夫不屑和嘲讽的部分 她看到安藤丈夫去接电话之后 她一脸嫌弃地说她只是运动器材店的店员 她的话让安藤意识到父亲没来见丈夫的原因 而她之所以会说不在五星级酒店不举办婚礼 也只是因为母亲会觉得她让她丢脸 面对检方律师的询问 她说她不仅没有感到生气 反而觉得女儿很可怜 她一定是知道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 所以才会一个人逞强 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报喜不报忧 她的话让李沙子回想起了自己结婚后的事情 她一边告诉母亲她辞职成为家庭主妇了 一边说这样就不会让她丢脸了 因为安藤没有举办婚礼就跟丈夫租房子同居 所以她母亲说她就像一条流浪狗 面对辩方律师的询问 她说她觉得结婚后像样的开始是很重要的 否则就跟同居没有区别了 她还认为女性生了孩子就理应辞掉工作回归家庭 如果安藤婚后还必须为了生活工作赚钱 她就会觉得她很可悲 安藤母亲的解释让李沙子不由地攥紧了拳头 因为她的母亲几乎跟她说过同样的话 可听到母亲懊悔自责的痛哭时 麻木的安藤却第一次露出了绩效的表情 因为回忆起了太多遗忘的过去 所以李沙子因为痛苦而站不稳身子 她当初把自己准备结婚的事情告诉母亲的时候 母亲在丈夫面前鼓励他们未来可气 听到他们说不办婚礼和内徽的时候 她也说李沙子这样对南方家长太无礼了 但当她丈夫接电话离开之后 母亲却一脸嫌弃地说她太没尝试了 然后傲慢地表示他们也会出一些钱 让她重新跟丈夫商量一下在办婚礼的事情 可李沙子却很清楚 如果不是在五星级酒店举办婚礼 母亲就会不高兴的 但母亲却仿佛没有看到她脸上的为难 谴责她租房结婚这种不伦不类的结婚方式 只会让他们在人前抬不起头的 母亲的常识压得李沙子喘不过起来 而安藤在监狱里收到她母亲的信件时 她看都没看就将其撕毁 她就像在撕碎母亲强压在自己身上的傲慢与期望一样 因为跟母亲无法交流的痛苦已经将她逼疯了 法院第八次开庭的时候 安藤丈夫的前女友上交了她跟安藤丈夫的聊天记录 她表示他们只是经常私下见面商量安藤的异常 不是安藤所猜想的恋爱关系 因为她之前始终拒绝提供聊天记录 所以她的主动让大法官感到了疑惑 她解释她刚开始之所以会拒绝 是因为她觉得安藤偷看丈夫的聊天内容太过分了 她看到后不仅没有坦诚地跟他好好聊聊 反而因为被妄想地驱使而迁怒于孩子 所以前女友认为安藤是一个自私的人 但她在看了这几次的开庭之后 才知道事情比她想象的还要复杂 她对自己的轻率感到了抱歉 她一边说安藤的丈夫真的很担心安藤 一边气愤地说她却无法好好地传达给安藤 所以她认为安藤的丈夫也有责任 因为人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坚强 虽然她不知道安藤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但她还是希望她能成为一个真正坚强的人 她的述说让麻木的安藤第一次抬起了头 但在我看来前女友也只是傲慢地自以为是 她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安藤的绝望 她不是不想跟丈夫好好聊聊 而是丈夫总是不耐烦地转身离开 而且前女友明知道跟安藤丈夫私下交流不好 却从不思考其中的缘由 再发生不可挽回的后果再来道歉 未免也太虚伪了 女法官在开庭结束后叫住了李莎子 她一边递给她一张海报 一边介绍这是有陪审员经验的人的交流会 她遇到问题可以跟他们聊聊 会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的 因为女法官经常发现李莎子将自己带入安藤 她担心她的心里受到了一些影响 李莎子去婆婆家接女儿的时候 公公一边为婆婆的啰嗦道歉 一边说她照顾丈夫和女儿真的很辛苦 虽然公公的理解让李莎子很感动 但她后来却意识到这不过只是她高高在上的傲慢怜悯罢了 李莎子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丈夫早就回来了 面对她的询问 她说她在附近跑业务 所以直接回家了 可当她发现李莎子今天心情很好的时候 她却感到了差异 她拿女儿的玩偶式看到了一张海报 李莎子一边解释这个是有陪审员经验者的后续照护 一边说陪审员不仅有交流会 还有免费的辅导 因为她感觉自己有点被影响了 所以她在知道后感到了一些心安 可听到她说要变得坚强的时候 丈夫却一脸错愕地看着她 而听到她说想在女儿上幼稚园后打算二度就业的时候 她没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 然后一边说她去看一下女儿 一边把她母亲寄来的包裹放在餐桌上 李莎子打开包裹查看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装有十万日元的信封 但她在丈夫带女儿出来之前放了回去 可丈夫看到信封的时候 她立马询问李莎子是不是跟岳母说他们的生活很辛苦 听到她否认的时候 她笑着提议用这笔钱去吃大餐 虽然李莎子本意是不想碰这笔钱的 但她却还是迎合了丈夫 第二天她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她一边感谢母亲的关心 一边让母亲把账户给她 她要把钱汇给她 可母亲却一边询问是不是丈夫让她还的 一边感慨如果她丈夫毕业于一个好大学的话 她就可以飞黄腾打了 然后无视了李莎子的解释 她一边说她真可怜 一边让她拿着 免得到时候害她丢脸 可她刚挂断电话 儿少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按响了她家的门里 而更不巧的是 女儿下午在儿童管玩滑梯的时候撞伤了小腿 因为害怕儿少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 也不会相信自己的解释 所以她说什么都不肯让她进屋 可她激动的神情却显得格外的可以 工作人员闯进房子后 在冰箱上看到了四开的菜谱 李莎子连忙上前挡住解释 她说一开始可能只是小事 但随着频率的增加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而就在这时 李莎子的丈夫也回来了 他们一起去看了熟睡的女儿后 丈夫帮衬着李莎子向工作人员辩解 可还没等李莎子说完感谢 她就生气地表示她是迫于无奈的 然后质问她为什么不说实话拼命解释 她一边说她激动的情绪只会让人怀疑 一边说她可不想以后被隔离 无法跟女儿生活在一起 她希望妻子能跟她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 可她却把妻子带进了精神科门诊 发现李莎子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她一边说她已经帮她预约好医生了 一边推着她走进问诊室 面对李莎子的拒绝 她表示她越是反抗 就越会让人觉得奇怪 然后趁她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把她推进了问诊室 等到李莎子反应过来的时候 丈夫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逃出了精神科门诊 可当她赶到婆婆家接女儿的时候 却发现丈夫此刻正在哄女儿玩 看着她一脸的不敢置信 丈夫一边敷衍地为她的欺骗道歉 一边表示她只是在担心她 听到婆婆说这个时代 看精神科不丢脸的时候 李莎子姐是女儿腿上的 伤势王滑梯的时候撞到的 她真的没有虐待女儿 可不仅没人相信她的解释 丈夫甚至表示她就是这样 她才会说她变得很奇怪 她的指责让饱受审视的李莎子爆发了 她一边说变奇怪的人是丈夫 一边说她一直都在认真教育女儿 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 而就在这时 公公突然让她冷静一点 她一边说她真的做得很好 一边让她不要独自繁忙 可还没等李莎子缓一口气 公公又让她对儿少保护机构 不要生出先入为主的观念 她这才意识到 是公公通报的儿少保护机构 而婆婆也知道这件事的全过程 她的解释让李莎子发现 她在这个家里 好像是个被提防的外人 不仅丈夫不相信她 公公和婆婆 也用自以为是的好意裹挟着她 婆婆一边笑着说大家都站在她这边 一边却让她把孩子留下好好冷静一下 环绕在身边的巨大压力 让李莎子感到了呼吸困难 但不明真相的朋友 却觉得她的丈夫 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 她的话让李莎子感觉 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 她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迷茫 更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在公寓楼下遇到了 上次那个儿少保护机构的新装 她本来不想搭理她 但她更不想因此导致 被夺走女儿的监护权 所以她开门见山地表示 她今天和家人聊过解开误会了 并对自己引起的骚动 打到了抱歉 面对新装的询问 她一边说是自己不好 一边说是因为被选为陪审员 有些吃力 虽然丈夫让她不要勉强 但她还是做了自己 超出能力的事情 可文言的新装 却突然打断了她的道歉 李莎子的表情 让她猜到了答案 可面对她询问 她丈夫是不是经常这样说她的时候 她不仅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说她真的做不到 而当新装询问 她丈夫有没有鼓励 她这样做就做得到了 或是协助她完成的时候 李莎子却再次陷入了沉默 新装说她前几天来拜访的时候 她丈夫说她没问题 但实际却是她公共误会她了 并且主动找了尔少保护机构商量 如果他们真的在担心她的话 就应该留下自己当场商量 而不是用谎言掩饰过去 可李莎子却觉得 他们是在为自己着想 不想因为她而必须要与女人分开 如果丈夫不仅仅是否定 因为育儿而烦恼的她 而且擅自认为她比别人不如 导致她变得更自卑的话 那这就是言语报名 李莎子不明白丈夫这么做的意义在哪 她就算不贬低她 她的能力也不如丈夫 然后粗暴地打断了想要解释的心装 她激动地表示她没有为育儿烦恼 女儿也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他们只是因为陪审员的事情 才会发生一点意外 可他的这番解释 却连自己都骗不过去 听到新庄询问 他是否有一种 被丈夫控制的感觉时 他不知所措地抓紧了手指 法院第九次开庭 接受询问的人是安藤 可无论是面对辩方律师的询问 还是检方律师的询问 他始终都麻木着说他不记得了 虽然他的麻木 让大法官被迫宣布暂时休庭 但却让李沙子联想到了自己的遭遇 所以面对女法官询问看法的时候 他说安藤可能是感到绝望了吧 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没有人会相信他的 检方律师询问安藤 是否因为讨厌母亲而产生误解的时候 他说他是因为讨厌被否认 但他列举的例子 在检方律师看来都只是父母对子女的关心 可却让李沙子回想起了 他结婚后穿便宜的衣服回老家时的记忆 母亲一脸嫌弃地表示 他的穷酸样会让人看不起的 听到李沙子是在为生孩子存钱 而不想把钱花在衣服上的时候 母亲却劝他现在离婚还来得及 以他的条件能找到更好的人 检方律师询问安藤 为什么无视父母的反对 执意跟丈夫结婚的原因 他说他觉得丈夫是温柔稳重的 他的回答让李沙子想起了自己跟丈夫的相遇 也让他想起了他在结婚前对丈夫的试探 他在结婚后想要继续工作 因为工作的地方是第一个认同他的地方 他小时候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夸奖 但却被丈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他一边说靠他的薪水能够生活得下去 一边用还未出生的孩子道德绑架他 李沙子虽然不太情愿 但还是接受了丈夫的提议 并且主动提出孩子出生就辞掉工作 他本以为自己从母亲的身边逃脱后就可以获得幸福 却没想到只是从一个深渊换到了另一个深渊吧 听到律师说他是自己选择辞掉工作的时候 安藤在短暂的沉默后才说是他选的 但李沙子却很清楚 他肯定是跟他当初一样 在丈夫的道德绑架下才做出的选择 他在这一刻感觉自己仿佛跟安藤重叠在一起了 所有人都认为是他们的问题 没人愿意去理解他们的无奈 李沙子的丈夫下班后约前女友碰面的时候 在站台附近遇到了儿少保护机构的新庄 他一边用跟人有约的理由婉拒 一边在新庄的注视下跟前女友一起离开了 新庄因为愈发地觉得李沙子被丈夫的言语暴力控制 所以他开始走访调查关于他们一家人的过去 可他的调查却被李沙子丈夫的前女友误解 前女友一边说他妻子的状况有点严重 一边说他认出昨晚叫住他的人是新庄 他似乎在认真的调查他的妻子 然后坚定地认为他的妻子绝对有问题 他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李沙子这样的女人作为他的妻子 他和热心的女同事抱怨起了自己的家庭烦恼 虽然他觉得他的孩子很可爱 可他妻子却嫌弃他会拉低孩子的品质而拒绝他参与育儿 他对育儿权只属于妻子感到有些无奈 女同事虽然不介意山田对自己抱怨家庭 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今天住一晚的请求 看到他打开钱包的时候 山田主动提出承担房费 可女同事却一边让他不要勉强自己 一边说钱根本就不重要 而就在这时 山田犯了一个很多男人的通病 他明知道自己没有资格 却还是希望女同事能更珍惜自己 不论是他的钱还是他自己本身 女同事一边说轮不到他来说教 一边甩下房费后离开了房间 山田晚上十点多回到家的时候 却发现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 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 妻子一边向他展示他给女儿买的服饰 一边说他母亲来看望他们 他虽然拿出了他母亲给山田买的见面礼 但他却在他伸手的时候丢到了桌子上 因为他们第一次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山田怯生生地询问花的是不是他的奖金 文言的妻子一边摇头否认 一边说他们今天的消费花的都是他母亲的钱 可当山田表示要好好跟岳母道谢的时候 他却敷衍地说没有关系 他怪异的态度让山田盈盈感到某种不安 不仅是因为他之前一直没删他和热心女同事的聊天记录 还是女同事抢过手机帮他全部删除的 他一边说这是他对他妻子的最低限度的忠诚 一边打去他是一个渣男 他的妻子搞不好已经看过他们的聊天记录了 而且他对是不是岳母买单也感到了怀疑 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大方的话 他不应该在女儿过了五年拮据的生活才来看望 他下班回家的时候 发现妻子今天不仅买了很多珠宝首饰 而且还反常地主动跟他打招呼 他一边开心地说他母亲要帮孩子买钢琴 一边询问他觉得哪个样是好看 但山田心中的那股担忧却反而愈发地强烈起来 结果和他害怕的一样 他在抽屉的角落里找到了几百万日元的高利贷收据 可当他揭穿妻子说岳母花钱买很多东西给他的谎言时 他不仅不觉得让女儿过上他之前优渥的生活有什么过错 而且还对山田的愤怒感到了委屈 他事不关己地冷漠让山田感到了崩溃 他不知道他们的婚姻应该何去何从 虽然芳赫很渴望成为一位母亲 但他却因为某种身体的原因而无法怀孕 所以他在公园看到一位落单的小女孩时 他主动上前温柔地搭话 然后用自己制作的蛋糕渐渐和他混手了 他在跟女孩的闲聊中得知 他家里每当有男性客人来的时候 他母亲就会让他到外面去玩 他的回答让芳赫感到了心疼 也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嫉妒 他用一起做点心的借口让女孩到他家一起做烘焙 但他却在女孩进去后将房门反锁 他在做烘焙的时候要求女孩对他母亲保密 如果他不说出去的话 他们就还能经常见面 因为芳赫从女孩身上感受到了做母亲的乐趣 所以经常会在家里提高自己的烘焙水平 可面对丈夫的询问时 他却用其他陪审员的孩子喜欢吃点心作为借口敷衍了事 女孩的听话懂事让他愈发地无法理解 安藤为什么会狠心杀害自己的孩子 虽然芳赫这段时间的言行举止让丈夫越来越感到疑惑 但他却没有过多询问 他敏感的行为最终还是被女孩的母亲发现了 他质问芳赫擅自带走他的女儿想干什么 然后一边无视了他的解释 一边泄愤般地道道他做的饼干 可他粗暴拉走女儿的举动却引起了芳赫的不满 他的质问让女孩母亲感到了迷惑和生气 虽然芳赫对自己带女孩回家的行为道歉了 但他觉得女孩的母亲本身也有问题 他谴责他带男人回家后 让七岁的女儿在这期间饿着肚子在公园独自玩耍的行为 他还用举报到儿少保护机构进行言语威胁 可他没想到女孩会一边大喊着他母亲没有错 一边推开自己 看着芳赫一脸的错愕 女孩母亲瞬间意识到他没有自己的孩子 他一边讥讽他在跟自己女儿玩过家家酒 一边历声谴责他没有养育过孩子什么都不懂 芳赫对着他离开的背影破口大骂 他一边咒骂他一定会虐待孩子致死 一边气愤地表示他这种放弃育儿的人不配做母亲 丈夫真的有点受不了他越来越过激的行为 他们夫妻难道就不能两个人一起度过吗 他们的人生会因为没有孩子就失去意吗 看着转过头不愿直视自己的芳赫 他有些绝望地转身离开 芳赫没有经历过育儿时期的苦难 只看到了孩子度过反抗期的听话懂事 他天真的以为育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他的咒骂也只是不甘心如此疼爱孩子的自己 却无法怀上孩子 虽然有体面工作的女法官和丈夫 经常会因为照看孩子的事情发生争吵 但他还是试着跟丈夫好好沟通 并且详细地罗列了一份家务分工表 面对丈夫的诧异 他说他觉得工作和孩子都很重要 他当时问他是不是觉得没生孩子就好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这么想 他希望他们两个人一起养育孩子 孩子是他们共同的孩子 因为丈夫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所以女法官认真的神情打动了他 他愿意按照分工表尝试分担 女法官在带孩子的时候 他会主动分担他没法做的家务 虽然最后的结果仍然有些不太理想 但一切还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这脆弱的平衡却因为女法官的一次加班而被打破 孩子的突然哭泣让泡奶粉的丈夫感到有些慌乱 他因为紧张手抖而把奶粉弄到了地面上 孩子持续地哭声让他烦躁地丢下妈补 加班的女法官突然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孩子因为感冒引起的发烧被送进了急诊 他没有责怪话里充满疲倦的丈夫 只是坐下掩面自责 听到丈夫说他真的没办法兼顾工作和育儿的时候 他说他也是因为没办法才希望他能分担的 可听完他的诉说后 丈夫却只是冷冷地表示 他其实根本不在乎女性的工作权 他只是希望妻子能在家里相夫教子 公司不会因为他要照顾孩子而让他不用加班 如果他们再继续这样下去 只会牺牲孩子的 甚至可能无法一起生活 然后一边说他会请三天年假照顾孩子 一边让他在结束诉讼期间好好想想他们的未来 随着最后一次开庭的到来 他们不仅要直面自己有些崩坏的人生 还要抉择出未来的道路 而李沙子突然离开后再回来的自述 让他们感到了一定的触动 影响了他们之后的选择 他从噩梦中惊醒后跑出了车厢 可他却突然发现女儿被他落在了电车里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渐渐远离 李沙子连忙疯狂地朝着下一站跑去 他一边道歉一边将女儿拥入怀中 他回到家后希望女儿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和婆婆 如果被丈夫知道的话 他会被责骂的 可他的急切却反而让女儿更加害怕 而女儿的沉默又加剧了李沙子的惶恐 他连忙追上逃跑的女儿 但他在她的哭声中根本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他愈发地害怕被丈夫和婆婆知道这件事 他突然回想起女儿刚出生不久的时候 丈夫被女儿的夜哭吵醒后不仅破口大骂 还指责他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 女儿的哭声就像电钻一样狠狠地刺激着李沙子 他紧绷的神经忽然间崩断了 如果不是新庄调查后想找他商量 他或许已经做下了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新庄救下女儿后发现他双眼无神地看着前方 他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但他却激动地说安藤就是他呀 李沙子当晚就收拾自己的行李准备搬出去 面对丈夫的劝阻 他说他在女儿婴还时气层不小心把他掉落到地上 然后一边道歉 一边说他始终都无法理解 他为什么一直对他抱有恶意 李沙子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是个很健谈的人 经常会去公园和其他妈妈聊天 因为他女儿总是夜哭 体重也几乎没有增加 所以他总是探寻其他妈妈的口风 但却被告知他们的孩子都很好哄 身体状况也很正常 虽然李沙子谎称自己的孩子也很好 但他们都发现他神色很着急 因为他母乳的分量不够 所以保健师表示可以适当地喂一些奶粉 可婆婆却说这对孩子的脑部发育不好 他不仅打断了李沙子的解释 还说这是加强母亲和孩子关系的重要方式 听到他说奶水不足的时候 婆婆也只是笑着说孩子只要吸就能吸出来 这让他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缺险 听说山药能增加奶水 他每天都大量研磨生吃 听说奶油和巧克力有影响后也戒掉了 听说受粮不好 他在夏天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 可听到他母乳不够的时候 什么都不做的丈夫却调侃他是不是躲起来偷吃巧克力了 李沙子在压抑许久后向上门拜访的保健师抱怨 他说他因为没有奶水 婆婆就像找茶一样每天打电话质问他 他不仅送来很多保健品 还说不喝母乳的孩子就会变笨 巨大的压力让他的精神有些崩溃 可保健师却突然打断了他的诉说 询问他要不要向他推荐精神科的医生 他们又为他好的善意的恶意 将濒临崩溃的李沙子一点点逼疯了 他顶着烈日生无可恋地走在坡道上 虽然怀中的孩子大声哭泣 但他的神情却没有丝毫变化 他抱着孩子麻木地回到家后 茫然地伸出双手后缓缓松开 虽然他回过神后连忙抱起孩子 但他却因为强行相信美好 所以他无视了现实中哭闹的孩子 在动态下写下了理想中的孩子 新装在晚上找到李沙子落脚的住处 他们聊起了李沙子的童年 因为他不管做什么都会被母亲否定 所以他在离开母亲之前连煮饭打扫都不会 李沙子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自信 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好母亲 所以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孩子 他一开始以为有温柔的丈夫在身边就没问题 可当他怀着希望生下女儿后 没想到最终反而成为了埋葬他的坟墓 法院迎来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 安藤只是麻木着对自己给大家添麻烦而感到了抱歉 李沙子也一脸麻木地低下了脑袋 接下来就是陪审员平易的最后阶段 年迈的女士说他育儿的时候也很辛苦 但他觉得跟精神状况没有什么关系 听到大法官询问对于安藤被丈夫及周遭人逼到绝境的看法时 年迈的女士认为太夸张了 因为安藤没有被真正的暴力想象 如果他本身没有问题的话 就不会有人说他的坏话 山田觉得安藤可能真的很痛苦 因为每个人能承受的程度不同 所以他认为安藤是怀着杀意报复丈夫的 方赫认为安藤把孩子丢入浴缸安静下来的行为是间接故意杀人 因为李沙子经常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所以大法官特意询问了他的看法 但他这次却只是疲惫地说他赞同 他仿佛已经被拖入绝望的深渊 彻底放弃了反抗 他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用身体不舒服的理由提出先行离去 因为女法官发现了李沙子的反常 所以他追出来跟他聊了一会 听到李沙子羡慕自己兼顾家庭和工作的时候 他一边摇头 一边说他的工作能力再强也没有用 如果他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的话 就好像没资格当人了 因为受到前女友的言语影响 所以当新装找到李沙子丈夫的时候 他一边说他不知道李沙子的想法 一边指责他这种时候还要去参加陪审 可新装却觉得李沙子是想被制裁 他曾经说安藤就是他 听到丈夫认为都是去当陪审员引发的问题时 新装表示这只是一个契机 他说实施霸凌的人通常都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 也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问题 所以才把问题丢给身边的人 如果丈夫总是用言语霸凌贬低妻子的话 其实就是在贬低自己 李沙子的丈夫本想反驳 但听到他说李沙子只想跟他一起构建一个温暖的家庭时 他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闭上眼睛思考着 李沙子在旅店里写好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母亲突然敲开了他的房门 他一边质问他发生了什么 一边嫌弃他住在廉价的旅店 可文言的李沙子却突然大笑起来 他戏谑地表示母亲一点也没有变 母亲一边拿起离婚协议书 一边说他会找律师争取赡养费的 听到母亲还想让丈夫支付女儿的养育金时 李沙子崩溃地喊出他差点杀死女儿两次 他哭着说他果然什么都做不好 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母亲 但他都已经这个年纪了 不会把过错都怪到母亲的头上 他只想在女儿被他害死之前结束这一切 母亲突然抱住了崩溃的李沙子 但他口中却一直喃喃着真可怜 他一边说他早知道有这么一天 一边表示这就是不听母亲的话的结果 他只要按照他说的话去做就好了 他的话让李沙子猛然串联起了所有的疑惑 他一直以为母亲是因为他不符合期望才会生起 可母亲实际只是不希望他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他只是希望他继续当个可怜的孩子 他回想起童年时母亲生无可怜的面庞后 他意识到母亲其实也是既痛苦又烦恼 母亲被他揭穿真面目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而就在这时 李沙子突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因为女儿一直哭着要妈妈 所以他希望他能回去 李沙子一边跟女儿道歉 一边说他明白大家都会害怕 所以他不能逃避 他在做完必须做的事情后会回去接他的 李沙子突然闯进了陪审员的会议室 他说他想说说他的看法 他和安藤一样被丈夫和亲生母亲精神暴力对待 也曾经伤害过孩子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他们只会通过伤害和贬低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意 他之前之所以没能发现 是因为他没有动脑子思考 把自己幸福的权利交给了别人 按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会无比轻松 他和安藤之所以无法开口求助 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贬低到不想再被任何人指责了 安藤因为爱而犯错 也因为爱而感到绝望 他需要的不是谅解 而是能理解他的心情的温柔眼神以及同理的共鸣 虽然安藤的处境非常艰辛 但他也不能让婴儿在浴缸里溺亡 李沙子的自我剖析和总结让全场震耳欲聋 他在走出法院之后 突然回头望向了这座庄严的建筑 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再见 他在这一刻也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 他晚上和丈夫坐下来诉说了自己的想法 虽然他不知道要不要离婚也感到了害怕 但他会用丈夫能知道的方式去爱女儿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决 他不再是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人了 山田在结束陪审后找到了女同事 他说他明明已经意识到妻子花的不是岳母的钱 却假装视而不见 他说他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会像这样回避问题 他的诉说让女同事意识到 他这是想要跟他断绝往来 面对山田的道歉 他一边说他什么都不懂 一边说出轨的男人没资格道歉 当第三者的女人也没资格接受道歉 山田拿出手机拨打了家里的电话 但他却用了语音提示服务 他一边说这样比较好开口 一边询问妻子是不是真的没办法继续 他想要的自由优渥的生活 是不是只能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 他们是不是除了金钱和物质之外 没有能力能让孩子感到幸福 他希望他们能够打开心扉重新开始 虽然芳赫不懂他们这些母亲付出的辛劳 也有许多无法认同的地方 但李沙子的话让他感到有些惭愧 如果能够换位思考的话 或许大家都能轻松一些吧 听到大法官宣读完判决后 安藤在麻木之下沉底的绝望瞬间被击碎 他不能自已的痛哭流涕 李沙子与他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真正共鸣 他们这两位别人眼中不合格的母亲 在海边互相倾诉自己遇到的苦恼 或许只有放下那些理所当然的所谓 与傲慢的自以为是的好意 我们生命中那些琐碎的不正常 才能被倾听和理解吧